只能靠著頭燈照亮眼前視線 搜救隊員摸黑 爬上海拔超過800公尺的梳莊樓山 要趕緊找到失聯的飛行傘教練 周遭一片漆黑 搜救人員晚間展開山區搜索 沿途路並不好走 幸好最後傳出好消息 到了到了 謝謝謝謝 還能親口說謝謝 表示身體狀況沒有大礙 流行教練8號早上10點半 跟朋友一起從北宜公路 61K處的飛行三起飛台出發 結果疑似風勢過大 導致他偏離航線 警銷貨報趕緊出動搜救隊上山 最後是在下午3點 流行教練主動打電話報平安 表示自己迫降到大約9公里外的 新北平陵山區 並在晚間8點多平安獲救 那一旦119於下午3點連絡到失蹤者 確定失蹤者的坐標 那失蹤者目前意識清楚 沒有受傷 流行教練已經有6-7年的飛行傘經歷 迫降後第一時間 想起山搜專家跑山獸 曾經說在山區迷路要往高處走 他照做之後果然重新接到手機訊號 立刻向外求救 也還好本身經驗豐富 飛行碰上亂流角局 還懂得迫降求救 經歷9個小時受困山區 最後總算有驚無險 順利脫困 經新聞淋雨者徐榮臺坊報導 白癮 不可疑 不可疑 正如人生徒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